第二人物是白狼張安樂 他涉嫌率中硬闖大甲媽祖 繞進管制區 所以遭到了彰化檢方 依妨礙秩序等罪嫌傳款到案 而經過檢察官五小時訓問之後 預知新臺幣三十萬元交保 不過他走出遞檢之後 還是怒嗆警政署長 還有張化警局長 先醜化我們 先羞辱我們 三十萬 經過將近五小時的訓問 白狼張安樂以三十萬元交保 他還是把矛頭指向警方 先讓我賜回 你打臉陳家欽 打臉王國鋒 好吧 他講三十萬我就笑了 炮火瞄準陳家欽和王國鋒 張安樂的語氣滿是無奈 甚至要求公布衝突 完整影像 要求警方把那一天視頻 全部拿出來 隨先動手 參與大甲媽繞境 張安樂被控 教唆搶叫釀陳衝突 造成四名員警受傷 他指控是警方先動手 還秀出往年 都有穿政黨背心接駕的照片 但警方也強調 統促黨一行人 只有張安樂一人有三OK卡 該黨也不在接駕名單中 甚至違反 不得穿有政黨標誌服裝等規定 是否涉及組織犯罪 檢警還要進一步調查 但張安樂這一鬧 警方不得不出招應對 警力自言的部分 絕對會自言到底 派駐主任檢察官道場指揮 在鑾教經過的鄉鎮市 及時掌握並處理任何突發衝突 防止引發更多暴力事件 記者綜合報導 還有